好,回到第二節講蔡天鳳 我們講到究竟有一種說法 就是蔡天鳳是中國共產黨的特務 而中國共產黨栽培了這麼久 一個一米五五四十公斤 而且是整個容的人 培養了這麼多東西 中國共產黨要撕退口 最後蔡天鳳 就是因為想退出被阻攔 於是阻攔不成 中國共產黨想製造極大的恐慌效果 之後青紅蘿蔔煲人頭 用肢解和削肉刮骨 不見了裡面的器官 又不見了手的方式 來阻嚇所有的名流 然後看看全部的名聲都諱莫如深 都不敢說 問成星不敢說 問古天鳳不敢說 大家自己想想究竟發生什麼事 有個說法 這個說法 就是講到這些名門是被捧出來的 基本上目的是放在一些藝人的身邊 去監視 去限制 還有去做這件事 就是叫做你吸毒就容易 戒毒是難 入黑社會二 就是出黑社會難 你入共產黨特務圈二 你出共產黨特務圈難 目的就是看這個人 反骨殺雞儆猴 我就不太覺得 這是這樣的一件事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覺得 如果以這種推論來講 你要講出蔡天鳳 究竟 在哪個時候 因為什麼事件 而要叛徒 而他有什麼動機要叛徒 一個吃著他奶水長大這麼多年的人 他都享盡榮華富貴 二月還有這個 剛剛那個節說到 巴黎時裝周的影片去釋出 全程流利的英文 和外國人聊天 氣質不 氣與軒昂 氣…不是氣軒的 氣質優雅 還有買名牌 不看赤馬 總之要款 不要馬 不計馬數 真實善良 沒有奧氣 溫柔有修養 說得鬼死這麼厲害 那他為什麼要離開共產黨呢 他有什麼原因呢 是不是 那到現在我覺得 這個hypolicis 欠缺這個地方 沒有說明的 我不是說 一定這個hypolicis 是錯的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你一定要說明清楚 為什麼 有什麼原因 他要想離開 還有 想離開 那就 即是被殺 那就合理 但是他要想離開 為什麼他想離開 你和他人生的整個歷練 和背景去看 更加我看不到這種動機 這個是我的想法 我的假設是什麼呢 我的假設就是說 全部是一條產業鏈來的 共產黨 其實是給過很多利益 給譚家 要譚家幫共產黨做很多東西 當然共產黨 通過譚家 拿到的利益 遠高於譚家 從共產黨 拿到的利益 所以這才是產業鏈 就是等於你 台積電一樣 都有產業鏈 有所謂上中下游的東西 那你越到支流的東西 就越少錢賺的 那現在共產黨就是大頭 他賺最多錢 找了不同的人幫他幫忙 就是一隻魔鬼一樣的 Demon 他專門來找這些人幫他做事 好了 這隻魔鬼新的竹蘇下去 第一個 找著譚家 有錢 可以幫他洗錢 譚家都是判出去的 判出去的方法是什麼呢 他都不會完全送任 蔡天鳳 所以不會結婚的 不會註冊 會扮婚宴 但是不會註冊的 那麼蔡天鳳在這個前提下 就變成一個中間角色 他再去給以前的夫家 就是曠家做 我問你了 你是曠家人 你是曠港字 你說我拗爛腳 沒錢了 偷東西了 你要和我離婚了 可以 那你跟著 就跟一個有錢人結婚 結婚辦婚禮 就是婚宴 但是不搞註冊 然後變成用這樣的身份 你現在又不是 哥家又不是 變成一個中間角色 然後我就心裡很酸的 大哥 自己的老婆 跟著其他男人走了 我管他是否前同學 這是另一件事 你是跟其他男人走了 之後還要 那些錢由你流入 你不是問我拿錢 我沒有錢給你了 但是你救我 你給錢我 你基本上羞辱我 你想想擴家的心態這樣 我不是滴水之恩 湧泉耳暴 你陪了我這麼多年 你也知道我沒有錢 我拗爛腳了 礦球 礦港節 爛倒椅 七次盜竊 在這個西九龍的地方 幸好有人罩 那就沒事 那是誰罩他呢 這個老婆罩他 這個老婆給很多恩惠給他 譬如說 可以多次 這個偷渡中港武士 然後礦球單又繼續掩蓋 就是臭屎繼續掩蓋 之後呢 這個老婆 什麼都給他 那就不偷東西了 然後又有這個 剛剛歌節說到的了 迎香飯店 Dee哥 就是這個繼父 也都有這麼多的 盆滿撥滿的生意 所以菜家上面呢 也都有些利益 然後礦家這邊呢 礦家這邊呢 都有一定的利益 那阿女兒 阿爸 阿爸呢 繼父呢 就沒有這個負罪感 因為相傳阿爸 送個女兒去國際學校讀書 我就看不出這個地方在哪裡了 但繼父呢 就沒有負罪感的 覺得呢 那女兒給錢給爸爸呢 天經地義的 雖然是繼父 但是呢 你想想前夫 你還給他錢 他又不可以不要你的錢 那你想想 蔡天鳳 或者譚家 怎會這麼大隻甲 拿一槌街跳 給錢給你 才可以的 和你友好嗎 當然找你做事的 找你做什麼 做共產黨要譚家做的事 譚家就是要蔡家做 蔡家就是要這個 要這個 曠家做 做什麼 因為你的地方 就是很多些 down to the earth 懂得警察 懂得黑社會 骯髒的事就是你做 那為什麼不譚家 直接做 你不要弄到自己受骯髒的 這個是一條產業點 各有各各式 總之風險最高的 當然是風口浪尖的礦家 但他都會有錢賺 你要求財嗎 我給錢你 給些崩給你 給些肉碎給你 那你就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他很多年來 由2016年來 是承受了一種屈辱的 很多的一些所謂的 遊艇的照片 或者一些 遊艇出行的照片 是夾在一起拍的 是留證據 record keeping 一方面自己keep 一方面是黨交心的 不過他當然 他當是一家親 這樣才能證明到 產業鏈的鞏固 明白嗎 那些合照 不是開心拍的 It's a show 你當那些 你當合照 那些人笑 就代表大家都喜歡 同框就代表我開心 你真的很有趣 那當然不是這樣說 OK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 好理解釋得通 好理解釋得通 好了 繼續下去 那 中間究竟發生的是什麼事 而導致一些所謂的壓力崩斷 即是說這種職怨 有種羞辱感 擴家三個人 都有羞辱感 三個人都感受到 不是只有前夫 因為三個人都做馬仔幫他做事 三個同樣感受到羞辱感 雞辱 都要對你嬉皮笑臉 對你逢迎拍屁 其實已經失忍了很久了 引到現在六七年時間 可能有些事 蔡也壓迫他太重要 他根本做不到 有些交不到貨給上面 交不到關係網 交不到應該要有錢在上面 甚至無差 懷疑他們吃甲棍 互相爬 一吵架 身仇救恨一起來 所以仇殺加變態 導致到 就是攀屍 這件事 是不是共產黨指示 我要殺死蔡天鳳 攀屍呢 有些人這樣說 就是說 蔡天鳳是中共特務 他叛變 所以共產黨叫攀屍 殺雞警候給全部人看 其實我覺得不是這樣的看法 共產黨要將它消滅 有多麼容易 還有 記住 真正的復仇 不是這樣殺法的 共產黨這樣殺人法 當然 絕對有可能 但是這樣殺法 它不是震懾效果 是會令大家離心離得 因為 喂 你這樣搞法 怕怕的 於是大家幫你做事 是不是這樣呢 用這樣的方式來震懾人呢 還有你已經出到大炮了 你下次沒有 你已經出了牌了 用上核武 哪裏有人會這樣做政治 不會這樣做政治法的 可以嗎 所以我 幾乎認為 不是特務說 是 新仇舊恨 整個食物鏈裏面 受到一些壓迫 有人 有些環節脫了位 而最後 新仇舊恨一起來 是這個原因 好了 繼續了 很多人都想說 軟歸制面的事 因為 究竟 譚家的錢 哪裏來 OK 那 先有這個講起 蔡天鳳 真的會成為 整個 產業鏈的一員 都是結婚之後開始 結新婚之後開始 2016年 她18歲生日之後 開始有IG 然後看到金錢 包包 很多造勢的事 成為名媛 很多人幫他造勢 造勢 造勢 這件事當然 配合譚家的主旋律 再加上 共產黨都想幫他造勢 因為這樣才是 金流暢順 有一個名媛 這個名字 三年舖兩 基本上可以 生這麼多兒子 都可以維持身材 那方面 沒什麼身材 好 2015年離婚 2016年結婚 跟Chris 接著發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 譚家和共產黨的關係 在哪個地方呢 就是聲稱 一個叫做 東尼多 Tor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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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叫做T-O-R-I-D-O-L-L Holdings Limited 一間日本的公司 就是 收購了譚仔米線 據文在2017年收購的時候 就是分兩批收購 譚仔米線 就是五哥 這個譚澤軍擁有的 10億港幣 接著 五哥拿到這筆10億之後 拿其中1億6800萬 去買了 有一村 海棠路的豪宅 好了 另一筆錢 給三哥 所以據文是11億 兩間三哥和淡仔 以前都是淡仔分出來的 兩間店鋪佔了整個 香港米線市場的70% 其實這個算法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 記住米線不是必須品 香港人會吃米粉的 會吃雲吞麵的 所以你想想 那些Cast Auser 只是說米線的 那你當然是70% 因為香港人 如果吃米線 就吃淡仔 那你夠名氣 但你有多少錢呢 你說你賺很多很多 這是另一個問題 你的錢是否只是賣米線 賺回來 還是賣粉的呢 那些粉呢 就是那些白粉呢 我不敢說 我不是有些反毒 即是賣一些更加重要的 那些錢從哪裏來的呢 全數是做出來的 記住 所以我就說 是不是賣米線發達的話 你會繼續說 我便會催 好了 兩批數 一筆10億 一筆11億 東多利 這個日本的公司 扔給你 為什麼你在財務報告 最旺盛的時候 賺得越來越多錢 開了新加坡 日本 中國大陸都有分店 這麼厲害的時候 突然之間 即是收兵 突然之間 不做 還要賣盤 你又不是 哪個地方等錢花呢 你要等10億的錢花 還是說 這筆是你的指示你要賣 你要收這筆錢 作為某些事情的報酬 或者說收這筆錢 去做其他的用途 或者叫你結束你的生意 去轉造另一件事 而那件事就是 黨要你做的事呢 這件事很耐人尋味 很多人有這樣的說法 在爭拗一些很無謂的事 其實無謂的在哪個地方呢 就是覺得 喂 這間日本公司是中日合資的 不是日本公司的 剛剛我查一查 我們整半個樓樓查一查 有關的一些 217那方面的事 發覺到 很多坊間的理解 有一些誤解 有中國因素 而不是中日合資 因為收購他這間公司 是叫做日本東多利控故人公司 日本母公司 日本母公司 是持有一間子公司 這間子公司 這間子公司 叫做香港東多利和宜 和宜 和宜 就是二和宜 兩個字 和宜 控股有限公司 而這間控股有限公司 分別是由日本的東多利控股的母公司 持有37% 37% 另外就是中資的和宜集團 和宜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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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有限公司就持有远歸制面 所以远歸制面的確是中日合資的 但譚仔米善並不是這間香港的東多利和義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 而日本的母公司東多利控股集團直接買的 所以兩件事是不同的 但你問我 喂 本質最不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可以跟這個大老闆 就是這個東多利的老闆 願意跟中國合作 中國佔六剎六成三 跟著就是這個東多利三成七 去持有远歸制面 那些錢就有流動 你想一想 中國的所有投資是黨的投資 沒有私人企業投資在裡面 千萬不要癡心妄想 而真正拿中資和義集團控股的就是貴旗 就是貴旗 就是貴旗 貴旗就是玉字部 就是黃字邊 就是三麥王 然後上面有個奇怪的旗 貴旗 貴旗呢 就是 九九年 當時跟這些譬如說那些 很多沈男鵬 梁建章 范敏 三個四個人 即貴旗 沈男鵬 梁建章 和范敏 四個人創立 葵程 C trip 即是你現在訂旅遊 中國很多訂旅遊 很有錢的 窺成旅遊 也有儒家的酒店 儒家便捷酒店 也都後來有個華住酒店 其實創辦人都是貴旗 那這些錢哪來 全部 扮酒店 扮旅遊社 都是幫 紅二代 官二代 洗錢的 喂 如果不是你扮 黨可以扮個中女社的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給你扮呢 你有力 他為什麼要 黨給你去扮呢 不是開放自由市場競爭 而是給這些 白手套 爪牙幫黨國去洗錢 那好了 說你日本的 你不要告訴我 做生意人 不懂政治 不講政治 你東多利集團 可以給貴旗 通過中資和義集團控股 侵63%股份 進去你一間 香港東多利和義控股 有間公司 證明很多的錢銀交易 而這個錢銀交易 會不會 就是和這件事有直接關係 沒有 但是會不會有間接關係 可想而知會有 換言之 這個日本的人 這個日本的控股股東 你自己查一下 日本的東多利控股集團 他們本身是和中國有多少的生意 而今時今日 當譚家 即是五個譚澤坤 將這個 這個所謂的 譚仔米線 三個 將三個米線 賣給 同時 兩家打一對台的 同時要賣給 這間公司 那顯然就是中國共產黨 通過一些掩硬手法 換言之 這間東多利的 都是中國共產黨的代理人 在這件事上 是中國共產黨的代理人 去付錢給這兩家 這兩家打一對台 同時後 2017年 前後不同的月 一個是早幾個月 一個是遲幾個月 我記得是三個十二月的 秋天的時候 就是這個 譚仔 雲南米線 即是五個那邊 一齊 即接近是一齊 賣給 這個東多利 即是日本公司 掩人耳目 但事實上 床頭露尾 你下面的公司 就是 John Venture 上面的公司 是日本紅股 但是呢 那些錢怎麼沾上來 那就是 下面是子公司 他派息的 分上來 或者是用 很多的方式 去做到這一點 那些錢怎麼攤派下去 那些錢怎麼沾流 全部已經海外進行 所以共產黨 很了解外國 怎麼做這些生意 今時今日 全部都知道 所以洗錢就是 共產黨 通過季期 入了下面這個 日本公司 沾上去 沾上去再向外面 給這兩個人 這筆錢 洗了出來之後 當然 有一部分是 勇來的 所以 有10億拿到手 五哥 就有1億6千萬 去右一村海棠買樓 所以很多過重實物的錢 為什麼要做 This is a mission 他說你在香港做生意 你就聽黨話 跟黨走 那時是2017年 沒有這個反送中 沒有國安法 早已經是這樣的了 馬克大隻眼看清楚 所以你會看到 為什麼 7千萬的樓 會 拋出來 給了 礦球 名義上持有 而實質上是 蔡的名 而蔡扭到7千萬 絕對不是辛勤勞動 拿回來 而是跟她結婚 婚姻有關 OK 還要成億的存款 在蔡天鳳的戶口 for what 然後還有 你會發覺到 各方面的 一起玩 為什麼談 礦 蔡 會一起玩 一起照顧 他們的四個兒子 這麼和樂融融呢 這個不是一個好家庭 這個不是一個所有的照片收過的 這個不是真的照片 很簡單 它目的是一個 propaganda 給共產黨看 We are on the same boat 那在這樣的大的環境之下 就明白 錢的流動 You follow the money and trace back 亦留意上 順著錢的方向 繼續追上去 一定有好東西看 這個就是 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方式 很多人就 不斷side track 說什麼曾慶紅 什麼江澤民 什麼什麼 你繼續可以吹那些 我知道 有一系統的人 專門來講這些 但是我覺得這些 到現在 沒有一個真實的東西 被人看到 淡仔米社在香港很出色 很多的 在這裡的一些 年輕人都經常跟我說 什麼 懶獄物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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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淡仔姐 全部講完這些 淡仔 他們有一套 就是淡仔畫 淡仔微米線 就是他們那些人 不會懂得閉口音 就是那些人 所以 好 好得意的 這幫人 起碼呢 這個是有特色的 但是這件事 在香港繼續走 那大家會不會繼續吃呢 那我就說 這一間是一間日本公司 一間日本公司 跟中國共產黨 過重實物 但是它不是中資 它不是中日合資 中日合資 那個是叫做 軟歸制免 這個淡仔不是 但是這個日本老闆 這間日資 都跟中國過重實物 這個才夠欺騙性 中日合資 就不夠欺騙性 你找到的東西 還會有欺騙性嗎 它欺騙性 就是它下面底下 軟歸制免很多 中日的過重實物 之後 日本那個老闆 跟這個中國共產黨 過重實物 就是用這個方式 來把錢洗出來 所以看看 這件事研究的重點 最重要是 放在洗錢策略 這一點是未來研究的無論 和黑吃黑 最重要是 我先釋到一些矛盾 涉及到黑吃黑的問題 是 長期的壓迫礦家 導致礦家 受盛大發 變態殺人 OK 但是整件事 是否中國共產黨 這樣指使 如果真是公正 中國共產黨指使的話 其實它不需要 攬炒整個礦家 你想想 它找一個人搞定 整件事我牽涉到一些 局部地區性咒語 變成狂風雷寶 而這件事是共產黨的意外 我會覺得這件事 是比較感的可能性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麼多 下一次再講其他議題